最后新闻时间带您聚焦 国内疫情不容大意 全因为一名从台湾返回泰国的太极移工 确诊感染到新冠肺炎 指挥中心现在无法排除他的感染源就在台湾 因此进一步也曝光了他的足迹 包括像是他日前曾经和他的女朋友逛了大卖场 而且也掌握到其实跟他同一间公司的9名移工 其实也曾经因为呼吸到症状 看过医师到医院就诊或是到诊所来了解情况 那间接还要来进一步追真相 包括的是要匡列的189人 像是曾经在宿舍区与他接触过的18人 以及工作区跟他接触过的11人 其他公司员工也有多达160人 这些都要进一步的来做疫调来检查 其实人数还算蛮多的 那接着还从这所有人当中还要进一步来 旷列说大概是有完成裁剪的 目前已经掌握到有29人 只是这29人当中呢 目前28人确定都是阴性 其中还有一起比较特殊的个案 我们要带您回顾到说 不是说之前还有些9名的移工同事 曾经因为呼啸症状嗅疹吗 其中这一人目前呢 仍是在医院隔离 因为他在7月25号的时候 出现了有咳嗽还有流鼻水的症状 那还好进一步的核酸检测 还有血清抗体的结果都是呈现阴性 对此这样的情况 其实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祥也说了 感染源真的是颗塑迷离 但是主要可以了解到 这些移工的活动范围应该就是在桃园 也不排除会针对当地来发布细胞检讯 因此要找出感染源真的是难度很高 村上防护医进行全场大消毒 每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 会这么紧张就是因为 曾经在桃园这间工厂工作过的 一名30多岁太极移工 再返回太古隔天出现腹泻症状 最后裁检确诊 现在医调追查跟发现在工厂内 今年有9个人都有呼吸到症状 最令人担心的是 其中一名跟确诊移工住在同一间宿舍的移工 也曾经在7月25号出现咳嗽流鼻水症状 还有两种检测结果出炉都呈现阴性 它的感染源到底在哪 的确还是有点扑朔迷离 最近几个月 有没有移工有呼吸道或腹泻的症状 那我们可以来做一些裁检的 证明有症状的移工目前还在医院隔离 统计在宿舍区一共有18名接触者 工作区则是有11名接触者 为了厘清是否有人遭到感染 指挥中心做了两种检测 包括PCR跟血清抗体 结果都是阴性 公司还有160名员工 也通通都做PCR核酸检测 目前还在等待检验结果 因为他跟别人的行程都不太一样 而且他有女朋友一起出去 所以我们这边也还在厘清当中 要细胞检讯那个就是说 是事实上是需要他的电话 由于染疫的泰籍移工 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公司跟宿舍 就在最近因为要准备回泰国 才跟女友到桃园卖场采买 指挥中心也持续追踪 移工的足迹 未来也不排除会发送细胞检讯 这里是台北桃园 最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